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遇到过很多的化妆师和造型师 才知道再好的皮肤其实也需要保养 很美吗 很美 我来给你夹夹姐毛啊有人 来 你再演别啊 阿妩 阿妩姐毛 我觉得我都要 watches 我可娘 大家选择面膜的时候他会有露两个眼睛窟窿的 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在敷面膜的时候 就会把这一块给遗忘掉 我会先涂一点的眼霜 然后把它涂厚一点 就像一个眼膜一样 然后再涂个润成膏 然后再把面膜敷上去 然后我觉得敷面膜的时候 可能面膜的底部 还会有一些精华 然后这些东西 可能千万就不要扔掉 然后再把它敷到面膜上 让脊肤很好的吸收它 那面膜的类型呢 你看我经常 我基本只是敷补水面膜 因为保持这个皮肤 有水分通透的感觉 还有一些美白面膜 包括深层也敷面膜 那你是都会用呢 还是说 我平常生活当中 用的补水面膜比较多一点 但是晒后之后 可能会用一些反晒型的呀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我有时候一天会敷两张 然后早上一张 晚上一张 不仅它其实可以 让我的皮肤变好 同时也可以让我心情 得到一个泛松 我以前坐飞机 常坐飞机嘛 都会在飞机上 敷一张纸质面膜 这样很吓人 上飞机的时候 就是把面霜 做涂很厚很厚 让皮肤就是 很好的吸收它 这样你下飞机的时候 也不用再洗了 隔一个晚上 面膜就很好地吸收了 那还挺方便的一个方法 其实模特这个职业也会经常地 散砖跟卸妆嘛 我觉得卸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 因为你只有在肌肤彻底的清除 所有的沾目的之后才用肤肤品 这样才能让肌肤更好的吸收 同时也可以让你的肌肤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恢复状态 美了 哈哈哈哈 我也没 你真没 在用肤肤品时 其实可以去给它做一些按摩呀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保养品 或者是肤肤品更好的被肌肤吸收 科技发展很快嘛 然后现在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使用一些小的仪器 比如说美容仪器 它可以利用那金属的这个热度 然后呢 它有开关嘛 然后它可以导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肤里面 很快让吸收 而且可以同时让肌肤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根据我们的那个肌肤的伦理走向 肌肉走向 可以给它按摩呀 跟保养品一起同时来那个打磨到我们的肌肤里边 大家看到我的左边里边 右边里有什么 这边呢 哈哈哈哈 这边提升了呀 饮食非常非常的重要 要选择比较尽量清淡的饮食 多喝水呀 多吃水果 我也非常喜欢吃垃圾食品 我可以吃很多冰激凌 薯条 然后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给我们的肠胃排排毒 因为只要你的肠胃健康了 然后你的皮肤才会由内而外的变得更加的通透 我现在慢慢爱善去健身房 我觉得在健身房里面这种大汗淋淋的感觉 也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点吧 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健身之后 最好的范例在哪里吗 就在你对面坐着 我已经坚持了热鱼家四年 健身三年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每天早晨起来 我的皮肤基本不会重 而且我的睡眠很好 我的饮食很规律 我的皮肤也会很好 大家都说很年轻 衰老是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去改变的 那我们只能延缓它 那你肯定要找到一些适合自己方式 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去改变 让它延缓住你的衰老 你会变得年轻 身心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放松 然后也要保持心情的愉快 所以每天快快乐乐的 其实也是皮肤很好的一个保凉品 对很多时候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我们只要坚持 是在人为 很多东西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成像 对 今天要拍卖的 是我经常使用的一样物品 它就是传说中 雅士兰带的小宗品 喜欢它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去文风而动微博账号 一元起拍 加高者德 拍卖所得 将全部捐给我支持的工艺项目 人人工艺就在身边 张自明小姐提问 平常呢 喜欢做什么运动 了解平常呢 喜欢去健身房 踩踩单车 做做高温瑜伽 偶尔呢 也会做一下普通的瑜伽 其实我觉得呢 做每一项的运动 其实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跟需求来选择 好 嘿 嘿 Facebook 你 你 SER 关 好吧 太